踏入按钮的部分来做 当然它还有其他很多功能 还有设计模式 不过目前暂时还用不到 主要大概这个 大概应该就很够用了 因为我们基本上按下去 它会跑 那大概工作上足够了 至于其他的 如果你要进一步了解的话 我想之后有用到我们再来谈 不然的话有时候多讲 反而对各位是障碍 因为讲了你用不到 那干嘛知道那么多 所以坊间书籍 后一本这么多 跟各位讲 里面你基本上 95%你根本不需要知道 你需要知道 可能那5%就可以了 可是它为什么要写这么多 所以你可以把它当字典一样 有谁把字典从头到尾 把它读过一遍吗 不会吧 你需要都在查就好 但是你需要知道的是 你要怎么查字典吧 对不对 就跟学电脑一样 没有人没事 把那个电脑书随时带在身上 阅读电脑书的吧 有吗 有啦 工程师吧 我看 需要的时候再看就好了 但是需要的时候你要找得到 前提是 因为那个就跟说明书一样嘛 你说明书没有你还是做不出来 OK 所以我的习惯是我如果做完之后 我很习惯的会把它放在云端上面 需要的时候怎么样 Ctrl C Ctrl V 修改 也可以吧 做过的呢 你就要把它留下来 不然的话你下一次就要重买 下一次再重买 你可能就忘光了 OK 所以你要怎么样用什么方法 把你今天做过的东西记录下来 下一次不需要再重新想过 那就要需要 像我的习惯是把它记在云端上面 你可以把它写在你的笔记上面 反正都是好方法 就是一定要能够下次用 不用再花那么多时间 这个是我的习惯 因为做对的 你一定要把它保留下来 否则的话 下一次要再做完全一模一样 太困难了 OK 所以我觉得学习电脑 其实跟学习其他的东西是不一样的 你千万不要把它当成是 很怎么样 因为它里面没有任何的感情 太理性了 对 没有任何很那种温馨的感觉 更不要说有什么感性的东西 也完全没有爱情 你也不可能跟他谈恋爱 所以这东西其实会就会 不会就不会 就这样而已 OK 好 所以接下来的话 我们如果要写VBA的话 第一件事情 你要先知道VivaBase在哪里 就在这里 刚刚点一下 它就跳出来了 但是呢 各位建议 我建议以后你们如果要写VBA 请你一定要把它稍微缩小一点点 我的习惯是缩小 为什么 因为你可以移动它 并且可以看你目前 你接下来要做什么事情 你去写下面的程式 不然的话 这个很不好 接下来的话 除了这个之外 刚刚讲过字要把它放大 工具选项 撰写风格里面的话 本来是9号字把它改一下 不然的话字实在太小了 每次同学都忘了这件事情 字实在是太小 看着真的完全不舒服 工具选项 撰写风格 大概稍微记一下 要确保一下下一次你也记得下 因为我发现下一次同学都忘记了 想要把它放大 也不知道怎么放大 OK 那我的习惯是什么 就把它写下来或者拍照等等 OK 好 再来的话 我们程式要写在哪里 特别注意 其实就写在模组里面 未来当然会有几个状况 这个环境 如果你不小心把它关掉的话 像刚刚的那个 刚刚聚集的 如果你要把它开起来的话 除了说你可以从这边点 点编辑 它会帮你开之外 其实另外一个方法就是你可以从这边开 也可以点击那个模组的module 1 这样也可以开 OK 你可以不小心关掉 没关系 但是特别注意 这边不要没事 就把它关了 因为很多同学看到叉叉就感觉 想要把它按一下 好 就变成这样子 下一次如果说你把它打开的话 就我之前有同学是真的发生真实状况 点下去打开 什么都没有 他就想说坏掉了 还问我要不要重关 不用 特别注意 如果你这个不见的话 从什么 检视里面 找哪里呢 那个东西叫做专案总管 OK 所以如果你不小心把它关掉 记得从专案总管里面 就可以把它再重新呼叫回来 OK 好 那它底下的东西叫做属性视窗 这个东西目前没有没有关系 所以如果你不小心关掉没关系 那还是把它恢复 OK好 然后再来如果你要开它的话 点两下 这样就恢复了 所以接下来就是你至少要熟悉这个环境 熟悉这个环境 如果之前还有同学遇到什么状况 反正千奇百怪都有 就是这个 这个这样子 然后就还是你可以把它拉下来 如果盖掉的话 那还有什么 之前就有同学是 他可能不小心吧 按住这边 然后把它这样动一下 放开 因为它就浮在上面 浮在上面 就变这样子 如果你打开的话 它就变成这样 它这边也可不可以点开 可以 但是变成这样子 再等一下 好 它就变这样子了 浮在上面了 那怎么办呢 它就飘来飘去 然后就觉得很痛苦 怎么办呢 跟各位讲一下 其实如果你要让它放回去的话 还真的有点麻烦 你要让它放回去 一定要按住上面 然后移动到哪里 移动到最左边这一条黑线上面 放开它 它就回去了 OK 那这边这个怎么办呢 移到哪里 这条线吗 还是这条线 不是 这条线 移到这条线 放开 它没有回去 算了 所以不要乱动 我跟各位讲 重点是不要乱动来动去 另外一个方法 就移过来 这条线放开 大家恢复 除了这个方法之外 后来我又发现一招 更快 在这个上面点两下 它回去了 刚刚那个可不可以试一下 不过这个不是重点 如果你没有遇到 你就这边快点两下 它跑出位置 所以说可以放这一条线 看一下 也不对 所以这个属性四窗 好像就比较 又可以了 为什么可以 恢复就好了 应该可以懂的意思 反正就是这三个四窗 接下来的话 我们就要自己写VBA 那主要就是刚刚讲的 这个按下去 门号底线公式 门号跟清楚 门号 你想说门号 这个怎么 这两个不是一样吗 其实跟我讲一下 看起来一样 但是你把游标放上去 这个输出公式 这个输出结果 这个清楚 公式 意思就是说 这个是把什么 把我们刚刚做的公式 逐个逐个丢进去 这个是把最后做完的结果丢进去 这个是清楚 另外就自定函数 自定函数待会再看 所以首先的话 我们要怎么来撰写 丢公式 其实为什么要教这个丢公式 因为其实这个方法非常好用 为什么 因为如果你今天已经写好的公式 那你又不知道VBA怎么写的话 那最简单的方法是什么 把你的公式丢到存和去 比较好 它也可以达到自动化目的 但是其实当然 有点有点是一半的 OK 不过至少聊胜与无 就是你当你在VBA程度还不到那里的时候 那没关系 你可以把这个单过渡期 或者是说你本来就已经写好公式 你也不想要再想 这程式怎么写 没关系 这个方法最简单 因为我也常用 OK 实在太好用了 为什么 因为很多东西你就自动全部跑完了 一键完成报表 就用这个方法最简单 OK 这一招蛮值得学习的 而且坊间书籍几乎都不是这样教的 OK 完全不一样 跟我的教法完全不一样 所以如果你们看参考书 讲的跟我不一样 没关系 你可以参考 我觉得我想出来的方法 就是最简单 符合我工作上的需求就好了 OK 那怎么做呢 首先第一个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做法 一先签到VIO Basic 二的话 我们刚刚的是 录制聚集在Module 1里面 所以我们接下来 我先把这个移除掉 我把它写在Module 你可以在模组上按右键 插入一个新的模组 也就是说 以后如果你要撰写 自行撰写VBA的第一件事情 一定要在我们的VBA的专案底下 按右键插入一个模组 不管你是写Sub还是Function 按钮还是制定函数 都从这边开始 OK 当然你也可以全部写在一个模组 一直往下写 你也可以写在句节下面 但是你也可以把它分开来 这都不意想任何执行 OK 所以也许你可以分类 也许你也不分类都可以看自己 OK 所以我们第一步按右键 插入一个模组 OK 第一步 好 那里面完全没有东西 那里面完全没有东西 所以第二步的话呢 请注意上面有个插入 请你找到程序 OK 插入程序 所以这边是插入模组 这边是插入程序 那程序里面的话呢 第一个我也许给它名称叫门号好了 我们先从门号 底线公式 OK 那我就先教各位怎么样丢公式 因为这一招我觉得蛮值得学 如果你已经有很多公式 你以后一键按下去 全部自动完成的话 这一招导式还蛮不错的 那这个不用改 用sub 直接按确定就好了 好 那他会自己帮我写什么 public 共用的一个sub 这个public 不加也没有关系 要不要共用 因为其实没有意义 现在要共用不共用 影响不大 OK 所以public 可以不写也没关系 sub 后面一定是一个名称 这个名称可以对应到按钮 小瓜糊在一个andersack 我有同学说老师 那如果我不从这边 可不可以自己打回 可以啊 只是这边会自动产生 然后可以帮你写一点程式 那接下来的话呢 如果我希望 把这个储存格里面 丢那个公式进去的话 那特别之后储存格 在那个excel里 在VBA里面呢 他物件名称叫sales sales呢 就是储存格的一个集 s哦 意思是说这个sales指的是 这个工作表里面所有的储存格 那你告诉他说瓜糊 第几列 有没有他raw number raw index 哪一列啊 那你跟他讲说第四列 豆典 column index 第几栏啊 那你可以跟他讲12345 不过我建议5啊 另外一个写法 双引号1 这样我比较习惯 因为你打个5啊 前面的ABC1还可以 如果你是U的话 ABCDEFGSI 算了 直接打U算好了 OK 应该可以懂我的意思啊 所以这样的双引号 意思说我要把什么东西丢进来 等于后面双引号先打 当然你打双引号是清楚啦 不过我要丢个公式哦 那公式怎么丢 我可以先拿前面的这个公式 把这个公式里面的这一串 放到刚刚的双引号里面去 所以我先复制 那记得复制完之后 你要切现在切不过去 为什么 因为游标还在这里 所以记得要把它取消 复制完再切回到这边 那我就把它再切到 刚刚VBA里面 把公式贴上 OK 但是特别注意哦 把公式贴上去哦 这一串贴上去哦 会有两个原则 第一个原则 各位请看一下 因为VBA本身有双引号 公式里面也有双引号 那这样会造成它的混淆 到底你这个双引号是里面的双引号 还是VBA的双引号 它会搞不清楚 所以怎么办呢 记得哦 如果你是公式里面的 那你就要变两个 一个双引号要变两个双引号 这是规则一 但问题哦 你要怎么改 有没有 这里面啊 从头加两个两个两个号 那你就要怎么加 双引号一个双引号两个 但是很麻烦 很容易做错对不对 所以我交各位另外一招 像这个我之前哦 常常少加一个也不对 为避免那个错误的话 有一个简单的方法 就是你可以怎么样 找一个简单的软体 就是叫做什么 记事本应该会用吧 记事本 然后呢 其实我只要用什么方法 后来我想到的 取代 一个变两个 按取代 后来发现这一招太好了 因为绝对不会做错 不然以前哦 我真的我自己这样重新再打 再检查 还是错 因为人男朋友会voke一个 但是我讲过 程式哦 一个都不能少 所以哦 你干脆用取代的 再贴 所以一贴到记事本 取代两个 贴过来 好 恭喜你完成 那可是问题哦 我们写完之后执行它 怎么执行 很简单 这边游标放里面对不对 执行 为什么这边有丢过了 不要执行 F4 这边就给他 TESSA 慢慢给你 OK F4 这个 这个 啊 我知道了 因为我们刚刚前列 是把这两列删掉 所以哦 这边就应该要改变4才对了 有没有 2都要变4 所以你们如果有这个问题的话 注意一下 因为我刚刚是把那个列号删掉了 所以他改好 再一次丢一下 哎呦 可以这样 没问题了 有没有 所以他丢过来的话 才会是对的 然后给这可能注意 我想这怎么会错 OK好 所以你会发现 他其实只是把这个公式丢过来而已 但问题来了 后面还有怎么办 后面如果要重复的话 你就要告诉他说 哦 我是从第四列到103列 那那个范围要重复 所以呢 也就是这几个 这个要重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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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待会我们会写回圈 所谓的回圈就是重复做什么事情 那只有变这个里面的4 全部帮我改成一个变数叫i 那这个i的数字 就会从4变5变6变7一直往下 OK 这样的话就完成了 所以请各位试一下 我刚刚我把重点再回顾一下 第一个的话就是 我们先插入一个模组 第二个的话插入一个程序 程序又不要放这边 插入程序 名称就是叫门号公式 然后试着把 我们这一个东西丢到这边来 OK 另外还有一个重点 这个等号不是你以前学的 那个数学里面等号 以前是1加1等于2放后面 现在刚好颠倒 他是把这个文字丢到前面来 这个指的是这个位置 所以那个逻辑跟以前的数学不一样 所以千万不要把以前的数学观念 拿到这边来 一样的这个看待 OK 所以特别注意 最后我刚刚就把这个讲 回圈的话 基本上 enter 这个 for回圈 for i等于什么呢 4到 假设我们是103吧 enter两下 打一个net 意思就是说我这里面的值我要一直跳 那接下来的话 那接下来的话你就把这一个放到 for net的中间 一般习惯的按一个tap 让它下一阶 OK 那你就下一个帮我跑 那接下来把这个改成什么 改成i 有没有 那我先改这个 你会发现执行会怎么样 全部都一样 为什么 因为 这边没有改 这边没改 有没有 所以你就把这三个改成i 但是 这个i 它是自串里面 所以必须切开来 放中间 串接在中间 串接的方法对比之后 一定要这样做 最难的地方 一 请你选择那个列 三个对不对 二的话双一号两个 意思就是把它变两个双一号 分开来了 移到中间 m的两个 再移到中间 串一个i 在中间 然后把m的前后再加空白 OK 有点难 我知道 所以请各位先记口诀 怎么记 以后反正你就这样 1 选取列号 双一号两个 移中间 m的两个 移中间 加一个i 就可以了 然后 and 前后 加空白 反正以后你就把它当口诀 我知道你现在一定还是暂时无法理解 它的原理很简单 就是把自串切开来 放一个变数在中间 原理是这样 所以 这边就要这个一样 双一号两个 移中间 and 两个 移中间 加一个i 请各位先把口诀先背起来 and 前后加空白 这样应该 不难吧 OK 好 这样就完成了 完成以后的话 我们最后 就可以让这个i的词丢到这里面来 让它不断变化 它变化会从4变到103 资金 全部OK了 好 第一个 VBA程式 就写出来 如果你实在是还是不OK的话 回去再看影片 另外 刚刚写的程式 云端上也有 一模一样 OK 好来画面先还给各位一下 OK 因为时间的关系 这个今天大概也开个头 所以今天至少讲了物质聚集 还有呢 如何跑个回圈 先把公式丢到储存格里面去 但是公式要丢储存格里面 可能要注意 两个地方 一个是双引号变两个 第二个的话就是 那个列号要变成i 那列号变i的话就是 把它切开来放i 但是如果你不太熟悉这个动作 我建议你刚才先背口诀 因为真的口诀还比较好背 双引号两个 一中间 and两个一中间 把i放中间就对了 然后and前后要空白 因为VBA and前后要加空白 这样就OK了 那三个你就放三个i 你就完成了 把公式输出到储存格的动作 OK 下个礼拜的话 我们 会从这个地方开始 所以请各位 请你把今天做的先存档 下一次 记得最好有随身碟 不然的话回去 你再把它补做一下 然后我们后面就从这边开始 OK 那另外就是 如果你今天有留意没有 我会记那个影片到你的信箱 如果之后你还要继续收到 这个影片连结的话 那请各位自行加到那个论坛里面 让我知道一下你是谁 你的学号还有名字 让我至少知道一下OK 那我们今天